有国学大师说过,命由天定,福由心生,相随人变,你我的命,那是由老天注定的,只不过福气这种东西往往跟我们的心有关,而相貌,那更是随着人之心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。 这世间最公平的一件事,那就是凡事都在发生变化,没有不变的一切,只有变幻莫测的现实,比如说你的心态一变,那你整个人的姿态也会变得不一样,人若有福,相貌明显,有这几种福相的人,往往能安稳到老,这里是国学论坛,分享国学感悟,欢迎订阅。 1. 面色祥和 生活 跪在心境平和,一个有福气的人,得意识,不焦不躁,失意识,亦不沮丧颓废,始终保持面色祥和,去应对这变幻莫测的人生,的确,回想那些高僧大德,菩萨,永远都是面容祥和,好像不管面对任何事,心中都不会起一丝涟漪,也不会动怒,只要稍微亲近一下, 自己的心境也会被带着平和下来,正如《菜根坛》里写道,宠辱不惊,看亭前花开花落,去留无意,望天上云卷云疏,真正有福之人,不是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,而是能用内心的豁达去接纳所有的困惑与焦虑。 正所谓世上本无事,用人自扰之,人生在世,要看好自己的心,毕竟人生起伏是常态,总是有好有坏,有得有失,不可太过计较。 只有扔掉那些让自己痛苦的包袱,路才会越走越远,简而言之,量大幅才大,事情的境遇,往往由人心变化而产生后果,一个心平气和,不被生活所视困住,不被眼前成就迷惑的人,往往更容易成大气。 反之那些心量小,多思多虑,一点小事就能引起情绪波动的人,其福气也会跟着狭隘。 二,谦卑涵荣,道德经,敦稀奇若仆。 旷稀奇若古,人啊,他的品行就该淳朴得像未曾雕刻过的玉石一般,他的胸襟就该如同空旷的山谷一样,能够容纳这天地万物,用一个成语来概括,便是虚怀若古。 做人谦虚,啥事都不焦不燥,也不洋洋得意,相信他的发展势头将永不停息,反之,如果他为人处事过分狂妄,那他的下场,其实不太好。 这一点,我们只要看看刘邦和项羽就知道了。 刘邦是出了名的小混混,但他知道自己没啥本事,只能招纳人才,所以他总是表现出谦虚的样子。 让人感觉到李贤下世特别有气度,而项羽,由于统兵能力天下无敌,是勇战派的代表人物,所以他视材傲物,不仅不听从身边人的建议,甚至刚愎自用。 结果,不过是兵败自稳罢了,所谓千则久,傲则败,人在江湖,可以有傲骨,但不能有傲气,谦卑,才是为人处事的基本要义。 三,端庄厚实。 周易中有言,帝是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,君子,必然要有厚重的品德,你的品德有多少,决定了你能有多少的福气,要知道,德伯之人承受不了厚重的福气。 这是现实,所谓德不配位,必有栽秧,他做事总喜欢摆弄些小聪明,不是这里建走偏锋,就是那里一小博大。 如此,他最后的结果,要不就是一无所得,要不就是惹上麻烦,蹲大牢。 人到中年,如果可以选择,那我们不妨成为脚踏实地的勤劳之人,或许,你会认为脚踏实地不好,或许,你会认为,做人勤恳赚不到钱,但你要明白,勤恳做人,踏实做事。 这是为子孙后代做表率,同时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如此,就足够了,良心有愧的人,再有钱,也不会幸福,对得起天地良心的人。 在落魄,也会走上坡路,天地因为有大爱方能长久,而君子,则因为德性宽厚,能够肩负自身的责任,进而有所成就,圣人一筹,一个后子,就到出了一种境界,做人可以平庸, 也可以没啥突出的本事,但品德要深厚,为人要厚实,脚踏实地,千万不能过分浮夸,据说,曾国藩在考量刘明传的时候,就说,此人身姿挺拔,目光锐利,为人厚实,是可堪重任的大才。 后来,刘明传果然没有辜负曾国藩的期望,一心为了天下着想,不仅成为了晚清的助食,也成为了首任台湾巡抚。 明载史册,为什么后如此重要呢?因为这世间能够配得上后这个字的,就只有大地,让人的品德如同大地一般厚重,这不仅是期盼,更是一种智慧。 四,有始有终。在你看来,到底是三分钟热度的人比较好,还是理想坚定的人比较好呢?绝对是后者比较好。 王伯在《腾王阁序》中写道,老当义壮,宁以白手之心,穷起意间,不坠青云之志。 一个人可以老去,但他的志向却不能老去,一个人可以贫穷,但他需要做到愈发坚定。 不能轻易放弃他的志向,古之城大事者都是有始有终的人,而那些三分钟热度,甚至投机取巧的人,不见得他们有什么好的下场。 有个道理我们要明白,开始很容易,可坚持,下去却特别难。 一些人刚出来工作的时候,特别有原则,特别清白,可是,随着人生阅历的提升,他却改变了自我的原则,为了利益而践踏底线。 那这样的人,终究会受到规则的惩罚,所以说,做人,有始有终,做事,坚守原则,如此,才能拥抱幸福,安稳到老。 至圣仙师孔子说过, 实也命也,甚是善终,近人事而听天命,在孔子看来,做人有始有终,那是特别重要的,尤其是善终,二字,更是大多数人的追求。 没有善终,又何谈人生无憾呢,甚是善终,真的就这么难做到吗?坚持很难,放弃很简单,只能说,像人这种生物,多半只会三分钟热度, 又有谁能一直坚持下去呢? 江太公坚持要钓大鱼,刘备五次创业,但五次都失败,最后还是熬出了头。 司马懿被曹家冰封多年,但他还是默默地积聚力量,等待一鸣惊人的那一天。 历史上的成功人物,多半有着坚韧不拔的态度和品质,要知道,坚持本就是反人性的,只不过,如果我们通不过反人性这一关,那我们何谈成就一番事业呢? 更何况,人活着,就得有始有终,无法坚持下去,终究是遗憾。 五,谦虚有动。 一代宗师中有这么一句话,见自己,见天地,见众生。 人,首先要认识自己,然后看透天地,最后才心怀众生。 这三种境界的突破,都从认识自己这四个字开始,何谓认识自己呢?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。 能力达到哪个程度,自己可以做成什么事,没有一丝一毫的骄傲和狂妄。 有一位已经退休的大老板,他说过这么一句话,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成功,功劳要归咎于自己,可他们都错了。 没有时代和机会的加持,每个人都只能活得落魄。 有些人身处于大公司当中,赚了一些钱,所以比较狂妄,等他们被辞退了,才彻底明白,原来不是自己厉害,而是平台给了自己赚钱的机会。 所以说,做人,还是谦虚一点比较好,过分骄傲,过分狂妄,容易到处碰钉子。 不会有好结果。 做人这几种品质,值得我们好好借鉴,特别是普通人,缺乏这三点,基本这一生就命运坎坷了,有始无终之人,到老了就会遗憾。 过分浮夸之人,一生都不可能安稳,过分狂妄的人,总会遭遇恶人自有恶人魔的不幸,有些苦,不是老天赋予的,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,而有些福,也掌握在我们的手中,只是我们自己抛弃了罢了。 人生该如何选择,全看自己的格局和境界,这里是国学论坛,分享国学感悟,欢迎订阅。